生过孩子的女人或许知道 怀孕期起床是一件多有挑战性的事情 她顶着肚皮像被翻过来的乌龟 不能直起身也不能翻身 将双脚放在地上再挪到床沿 借助重力让自己从床上掉下来 她坐在地板上狼狈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就在不久前她还没想到 这只是为人母生涯中忙乱日子的一天 她叫巴巴拉是一名博士在读学生 和妮可在音像店一见钟情 同样的兴趣爱好和彼此欣赏 让两人陷入了疯狂的热恋 年轻人的爱情总是甜蜜炙热的 有一天在爱情的刺激下 妮可想让巴巴拉给她生一个孩子 沐浴在爱河的巴巴拉当然欣然应允 很快巴巴拉怀孕了 在孕育新生命的喜悦中时 怀孕却并没有得到亲朋好友和老师的支持 她的博士导师正催促她写博士论文 巴巴拉答应导师 九个月时间一定能写出自己的哲学论文 如果顺利会有一个戏中助理的职位等着她 计划着在怀孕期完成这篇博士论文 可她还不知道生活自此才是一团糟的开始 医生告诉巴巴拉 饮食上不能吃油腻的香肠奶酪 也要立刻戒烟 严重的孕期反应和呕吐 让巴巴拉疲惫不堪 她不想怀孕的是引起母亲的注意 却还是没有瞒过母亲过来人的眼睛 母亲一直寄望于巴巴拉在学业上能有所为 现在还没有经济独立就生了孩子 让母亲很失望 妮可面对母女的争执也神色难堪 巴巴拉和母亲关系本就不融洽 一场家庭聚会又不欢而散 怀孕的过程是神奇的 做孕检时 二人第一次听见了孩子的心跳 而被这两个人结合的新生命所感动 同样巴巴拉也很害怕 因为怀孕的荷尔蒙失常 生物中都被打乱 她经常会从梦中惊醒 改变饮食习惯 情绪控制不住 会想要大笑或大哭 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巴巴拉的身体也变得丰满 吵着要减肥 而妮可也决定自我牺牲 放弃自己的电影梦 先找一个正式的工作 因为不能再喝酒出烟 巴巴拉在朋友的聚会上 显得更孤单 更让她不愿接受的是产前课程 和无法加入家庭妇女的团体中 生性自由的她选择了逃课 追打弹珠看电影玩游戏 静静等待孩子的降生 终于一次次的阵痛中 迎来了生产时刻 此刻巴巴拉才开始后悔 没有上产前课程 让她生产过程很艰难 疼痛辗转 生不如死 所有感官刺激着巴巴拉 让她仿佛觉得自己是一条油锅里的鱼 被人反复拨弄着煎烤 抽筋脱骨的疼痛中 更令她无语的是 妮可竟然叫来她叔叔帮忙接生 她疼得无意附加 男人指望不上 旁边妮可却还和叔叔聊着天 似乎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一阵的痙磷后 巴巴拉生下了一个女孩 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巴巴拉和妮可都热泪盈眶 接下来的 因为侧切和撕裂还要缝针 比起生孩子的痛这已经不算什么 伴着窗外飘着的雪花 巴巴拉抱着孩子进行母乳 她第一次体会到做母亲的神奇 激动和喜悦和感动交杂在一起 流下了眼泪 她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担心睡在婴儿房的女儿 喜悦过后 巴巴拉多了些惆怅 新生儿对每一个母亲都会守租无措 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养好孩子 抱着一声哭了起来 巴巴拉回到了二人的公寓 接下来 日子在婴儿的哭声中进入了无限循环 除非人母带来的喜悦迅速被冲淡 她没安静的吃一会饭菜 睡过一个整觉 也顾不上整理自己 整天在家里手忙脚乱的照顾女儿 还要应付每个人发来的问候 她似乎随时随地的 在任何一个时段都可以睡着 还要抽出时间精力写论文 妮可却说 女儿晚上睡得很好 而实际上睡得着的只有她而已 还质问为什么巴巴拉不换衣服 只有巴巴拉知道 自己根本没有时间打扮自己 巴巴拉想让孩子睡在自己的床上一晚 却睡了好几个星期 终于在这个周天的早晨 巴巴拉和妮可爆发了战争 休冰箱的工人的门铃 打扰了妮可的清梦 周天的早晨 妮可想好好的睡上一觉 没想到被门铃声吵醒 而巴巴拉说 她预约了好几次 只能这个时间预约到 妮可很生气 她工作很累 只有周末才能休息 没想到都被巴巴拉给毁了 巴巴拉也很气愤 自从孩子出生 她就更没休息过 每一天重复着做一样的事 妮可却说 那是你不懂得合理安排时间 自己的错了 自己也很累 巴巴拉委屈的辩解 她忙得团团转 却没人照顾她 她还想有人宠 有人哄 妮可突然想到她有办法 于是她找来了自己的母亲 可是婆婆的到来 并没有让情况好转 巴巴拉想坚持母乳 婆婆却想让孩子使用奶瓶 她甚至搬出了 自己的古董挤奶机器 人无可人的巴巴拉 请走了婆婆 全心全力的照顾起女儿 像大多数母亲一样 将孩子当成自己生活的重心 伴随着她的喜怒哀乐 和女儿的距离越来越远 而妮可和她的关系 也似乎越来越远了 床上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 去睡了客厅 巴巴拉已经有太长时间 没有和朋友见面了 她想让妮可帮忙照顾一下孩子 可是妮可推托要给哥们过生日 讨论无果后 他们决定将女儿交给好心的邻居 终于一时解脱的巴巴拉 路过与妮可一间钟情的音像店 发现妮可正在跟辣妹聊得火热 她不禁觉得委屈又难过 努力忍不住让眼泪掉下来 最久的她凌晨才晃晃悠悠的回家 发现妮可和女儿 一老一小在床上睡得正寒 最久的巴巴拉只好在客厅沉沉睡去 等到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晚上 发现妈妈在给女儿喂奶瓶 可是妈妈的唠叨让她很不愉快 她有点气愤的质问妮可 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母亲招来 夫妻二人的关系似乎很糟糕 巴巴拉也发现 继续这样 怕会出现不可挽回的后果 于是她决定和妮可出去度假 修补两人的感情 将孩子寄放在宝宝协会 但是这场度假 却没想到被工作和糟糕的天气打断了 巴巴拉教了博士论文 导师大为失望 而如今 这论文却写得前言不达后语 巴巴拉也失去了好的工作机会 不敢相信 这出自导师的得意门声之手 妮可的工作更加繁忙 笑容也渐渐没有了 圣诞节到了 妮可万归 她没有跟巴巴拉打招呼 首先拥抱了自己的母亲 更不要提什么圣诞节礼物 她在沙发上睡到中午 被巴巴拉收拾酒杯的声音吵醒 她抱怨道 为何不早点叫醒她 她今天有聚会 她受够了 不能睡自己的床 再这样下去 她要去睡旅馆 巴巴拉讽刺道 她不早就把家当成了旅馆吗 这时朋友找上门 要来送礼物给女儿 巴巴拉却发现 自己给妮可准备的圣诞礼物 她都没拆 她问为什么 妮可说道 她已经受够了巴巴拉的抱怨 巴巴拉将礼物扔向妮可 听着哭起来的女儿 她让妮可去照顾 妮可跟朋友诉苦 巴巴拉的态度越来越差 她只想逃离这里 越远越好 而这些话 却通过监听女儿动静的监听器 传到了巴巴拉的耳朵里 妮可要和朋友出去吃饭 巴巴拉强着眼泪说道 你们去吧 自己就留在家里当女佣 妮可却说 巴巴拉很可配 让她厌烦 妮可头也不回的离开 巴巴拉也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 她用可视电话告诉妮可 如果她今天走出这家门 她带着孩子 去她再也见不到的地方 妮可成功的回来了 痛斥自己已经越来越不认识巴巴拉 巴巴拉哭诉到自己很孤单 一年都没出过门的孤单和委屈 自己每天都在哭 可是妮可却从来没有注意到 巴巴拉说 要找回自己 妮可同意巴巴拉可以走 但是孩子必须得留下 否则没得商量 巴巴拉心碎痛哭 孩子她当然不想放弃 心情平复后 她用了那个古老的集奶器 然后孤身一人回到了母亲的家 当门打开时 母亲笑着迎接女儿 她和母亲的关系不好 她一直不明白为何要生下她 母亲也很难过 但是她告诉巴巴拉 因为当时她真的很爱爸爸 她愿意生下爱的结晶 可终究爱情还是被现实打败了 晚上妈妈温柔的抱着巴巴拉时 巴巴拉觉得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踏实 和母亲的心结解开 让巴巴拉好了一些 然而她仍然忍不住想念女儿 她轻手惊巧 躺在母亲的身边时 感受到了母亲的怀抱 妮可却手忙脚乱的带着女儿 开始怀念巴巴拉在的日子 当乳汁弄脏衣服 巴巴拉的眼泪滑落 她删除了自己的论文 而是将自己从怀孕到现在的生活写下来 并把这篇小说明为一件幸福的事 她约了妮可见面 仅仅几天没见女儿 却像分开了一年那么久 她可以跟你可平静地交谈 可是当看见妮可那双眼眸时 她能确定自己还爱着她 你能确定那双眼睛里还有自己 更重要的是她又怀孕了 一件幸福的事 一个结局美好的故事 而现实中大部分人的结局并不是如此 虽然电影的名字叫一件幸福的事 可是这故事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幸福 当爱情被平淡的生活抹掉了光彩 当生活将浪漫打击的智力破碎 就会发现曾经相爱的有多深 如今的伤害就有多重 巴巴拉也是一个充满阳光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女孩 学历高 条件好 等变成了母亲后 让她完全脱离了原有的轨迹 像所有的法国电影一样 观点并不强烈 有时表达的内容还与片名背道而驰 可让人最终接受了并印象深刻 都说有了孩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懂得 真实究竟是什么样子 孩子会在各方面挑战自己的极限 爱情牺牲 柔情舍弃 让每个女人脱胎换骨 这部电影值得每一个即将迎接生命 和热恋的情侣观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谜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